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主題 那什麼是主題呢? 我們先把一些素材給先丟進來 那假設這樣 那這邊的位置它可以進行長度的縮放 那比如說第二個我們要加一個 加一個這個縮時攝影 那排列我大概是會拍這樣子 然後 假設再加一張整人 那我暫時加的是這樣子的方式 那這裡有一個很好的 很快速可以調整的編輯的地方 叫做主題設定 那這點下去之後 它這邊有很多的主題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主題的方式 那選一個你喜歡的 那假設我今天選的是這個 布告欄 那我就選擇更改 那更改完之後 它會自己幫你套用一些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它會幫你做一些特效的地方 我們再看中間這裡 但是你會發現它並沒有聲音的部分 所以聲音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自己挑選 所以我們自己挑選 那 我們加入一個聲音 那再看一下 好 那主題它會增加哪一些東西 你可以看到 前面的部分會有加一段東西 那結尾有加一段東西 那中間的一些過長特效其實是不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它有什麼不一樣的 首先音訊的部分 它是沒有比較特殊的音訊 那字幕的地方它有多加了一些東西 可以供我們運用 那背景的部分 也沒有加東西 過長特效 有增加了幾個過長特效可以讓我們使用 所以 主題大概就是會增加字幕還有過長特效這個地方 那我們先來做一下簡單的分析假設 好 這裡假設我要讓 凸顯出這位成員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字幕 那字幕的效果我們看一下 好那假設我們是要這個 好 那把它拉下來 那在這個 大概這個地方 那假設 呃這個 那上面這個描述我不知道它動畫是怎樣 我們可以或許可以先來看一下 所以它會大概彈出來然後大概是這樣的方式 那影片的部分會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你是要 加什麼東西 那假設你都不要加的話那 你也可以把它刪掉 然後 然後比如說 好 那我們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出來是有一些動畫出來 好 這個這樣在在 影片當中也可以做一些介紹的特殊介紹 好那它還有什麼效果 你假如要看效果都可以這樣去看 好 這樣去看 好那它還有一個是這種名稱的方式 名稱的方式是要放哪裡呢 我們來試試試看一下好了 一樣是剛才這個啦 那這可以整個刪掉嗎 把它整個刪掉看看喔 好那這個就沒有 那但是 感覺 剛才是用這個嘛 對 感覺它是在 左方的地方 其實這個也可以 我把這個先刪掉好了 那假設是 假設我們要加一個叫做閒聊鐘 那一樣把它拖下來 所以它會彈出來這個 那是不是可以兩個一起來呢 我試試看喔 好 所以它應該是不行 好它是不行它只能用一個啦 那過場特效的地方 如果我們就新增加的話 應該是還可以再新增加一些過場特效 是可以使用的 比如說好 好那我現在再加幾張照片進來好了 加上這邊 那它有一個預設的特效 那 我假設 效果 它效果是哪一個 是 拉進來 好拉進來左邊 拉進來左邊 拉進來左邊 那我假設是要變這個 它就可以去更換它的一些特效的東西 好那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大概是這樣子囉 看一下看一下 這樣可不可以加東西 好那看起來是可以的 那 比如說 好 好 好我們先拖改 好把這個長時間長度給拖短一點 好那看會不會是怎樣 好那看會不會是怎樣 這個節目去搭配 好那如果說你需要別的 主題的話 那你就去換別的主題 去更改 那它整個就會變成別的主題 好那這樣大概是這樣的使用方式